中央职棒在统一师夺下上半季冠军后 接下来重点将是今天在台中举行的季中选秀会 共有178名选手报名参加这次的选秀会 其中有多年大联盟出赛经验的张玉成 如果没有意外 将会被拥有首轮选秀权的富邦汉将指名 成为今年的选秀状元 张玉成今年28岁 处在球技体能各方面最成熟的阶段 长打能力无庸置疑 加上内野四个位置都能守 加盟后对富邦汉将绝对是大加分 张玉成非常有机会挑战中职史上最高身价球员 月薪甚至上看150万台币 同时有哥哥张靖德的帮忙 想融入球队不是问题 除了富邦汉将拥有第一轮选秀权 接下来依序是台岗雄英、中信兄弟、统医师 乐天桃园与魏拳龙 另外三名旅外反台的球员 吴念廷、张义与陈胜平 最后会被哪队选上 也是今天选秀会的重点 一般预料 拥有第二轮指名权的台岗雄英 将会在首轮挑选前旅日习武师好手吴念廷 吴念廷接受15年日式棒球洗礼 非常符合台岗主打的日式球风 加上他在2021年曾有单济时空的表现 31岁也处在球技成熟阶段 加盟后有望可以带领台岗下半季战机往上提升 30岁的张义 今年一直在台岗二军自主培训 有旅外经验的他 相信也会是各队想要网络的目标 23岁陈胜平旅美四个球技 最高层级到2A 年轻 加上也能在内野防守多个位置 应该有机会在第一轮就被选走 业余选手部分 受到高中投手旅外潮 今年选秀整体打头于优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佛光山体系南华大学城邦 与浦门中学青邦队的10多名好手 也投入今年的选秀会 包括浦门高中两大王牌投手李志玲与颜陈恩 以及南华大学投手陈毅忠 人生福报张哲颖 专题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